朋友们好,欢迎走进一人视野 提起以色列,去过的人一定会感叹 那是一个美丽迷人的地方 那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国度 而对于没有去过,而且很少了解其历史现状的人们 却会认为以色列是一个神秘莫测,似梦似幻的地方 提起以色列,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犹太人 是的,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犹太人为主要国民的国家 犹太人占以色列的全部国民920万的72% 而阿拉伯人仅占据22% 西伯来语自然就成了以色列的第一大语言 阿拉伯语第二,俄语第三 而英语也是官方语言之一 在全国都通行试用 以色列位于亚洲最西端 西林地中海,东林四海约旦河 南游鸿海出海口与埃及相邻 由于以色列人的生活习惯和政治体制与西方相同相近 因此习惯上常把以色列视为欧洲国家 提起以色列 人民不禁想到宗教 是的,以色列是一个宗教国家 耶路撒冷更是世界三大宗教圣体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将耶路撒冷视为圣城 犹太教信奉纠约圣经 信奉上帝耶和华 信奉上帝会派一位弥撒亚来拯救世人 但是,犹太教不承认耶稣是耶和华的儿子 更不承认玛利亚是圣母 他们认为耶稣是先知 像摩西一样的先知 犹太人的圣殿是在耶路撒冷 枯墙便是圣殿的威仪遗迹 犹太人认为枯墙是距离上帝最近的地方 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和其他族人 不仅仅认为耶稣是神 上帝耶和华的儿子 同时也相信圣母玛利亚 是上帝圣灵感应生下的耶稣 因此也信奉上帝耶和华 认为圣父耶和华 圣灵和圣子是三位一体的 统一的神 基督徒则普遍把伯利恒视为圣地 因为圣母玛利亚是在那里代价耶稣的 圣母小马曹和大卫星便是见证 坐落在耶路撒冷枯墙背面的经典 是阿拉伯人 伊斯兰教的圣地 先知穆罕默德大殿都在那里 每天都吸引着无数人前往朝外 提起以色列 人们一定会想到战争 会想到格兰高地 想到约带河西岸 想到加沙地带 想到西奈半岛 甚至还会想到古罗马帝国 想到死海岸边的阿萨达山 等等 是的 以色列之所以被称作神奇的国度 梦幻之地 这也与其所发生的战争有关 进出 现在历史上 以色列犹太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 数以百万计的人民 被德国纳粹杀害 犹太人在历经几千年流亡生活 终于在1948年的5月14日 建国 建国后又遭到周边众多阿拉伯国家的围攻 终于又在1967年的6月5日 爆发了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战争 在经历了短短的六天之后 以色列以少胜多彻底打败了所有阿拉伯国家 不仅仅巩固了原有的地盘 而且还将国土面积扩大了 以色列一口气 跃夺了整个的约旦河西岸 加沙地带 戈兰高地 以及西奈半岛 控制了全境 1977年 以色列将西奈半岛还给了埃及 近些年 以色列与北面的黎巴内 东面的巴勒斯坦 南面的加沙地带阿拉伯人 也时常爆发小规模的冲突 然而 由于以色列军事力量比周围国家强大太多 因此国内相对还是安全平静的 远处耶路撒冷历史上曾经有两座圣殿 第一座建于公元前十世纪 叫索罗梅圣殿 于公元前587年 被尼布亚伊萨二世摧毁了 耶路撒冷的第二座圣殿 建于公元前516年 在经历了近500年后的公元70年 被罗马帝国摧毁 耶路撒冷现今的枯墙 便是圣殿遗留下来的 唯一原始基础的设施 被视为圣物 信奉上帝的人们 认为枯墙是距离上帝最近的地方 人们把心中的愿望写在纸条上 折叠起来 放进枯墙的十分钟 相信上帝会来检取查看 并且满足许愿者的一切愿望 人们还相信 如果你第二次再来枯墙 在原来的位置找不到你先前写的纸条 那就证明上帝把它拿走了 你的愿望成就了 不得不说 耶路撒冷是个神奇的地方 以色列的确是个神奇的国度 感谢观看一人视野 请注意查看我们的下期 耶路撒冷